白亡秋空回港 黄祖南送别外公 近日忙于在国内工作的黄祖南 其外公闪国强上个月在家中 因为意外跌倒而不幸离世 享年84岁 曾经在亚氏担任助理副总裁的儿子闪慧智 昨日在红杏万国殡仪馆为亡妇出品 白亡中的祖南也秋空和妈妈到达殡仪馆 由于祖南心情沉重 所以无接受访问 但仍然合择多谢在场传媒的关心 当祖南入灵堂见完外公最后一面之后 随即回到妈妈身边陪伴左右 而太太里亚南未见到场 而身为祖南外公堂兄弟的闪角林 也和太太道场宋别堂兄 虽然祖南外公不是圈中人 但仍然有不少圈中人 像邓瑞文、徐子山等等 送花在道别 而当中小小的阿陈佳佳 更加亲自道场宋别 非常有心 好一点 因为早前他在离开 其实我们在忙着东莞的演唱会 早前一直不想影响了所有事情 其实我们都考虑过 一直和客户是否大家延期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方面没有一个爸爸 祖南方面 佩华姐走了 接着又到过阿公 大家都不开心 但最后想继续工作 做好所有事情 那又预期 因为回来就一直安排所有事情 看不到 看不到 因为很突然 因为他突然间 他说有个痰 顶着喉咙 然后呼不出气 很短时间就走了 有没有老人家的疾病 很少的 他都很精神的 他过往都是常常带着 祖南送给他的那个剧帽 自己去街看电影 突然间跌倒 跌倒之后就转叉了 老人家 原来真的不好跌 几月跌倒 5月 其实真的跌倒 大概是2-3月 那就战战战战战 过几两个月 就进了予予予予予